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松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这个新骨毛补选 这个国盟的候选人来自土团的人选 他最近卷入了一个假文凭假学历的遗云 就有人指出来他的硕士资格好像有问题 好像并不是真实的 然后这个问题问到他本尊的时候 他给的答案非常的令人惊讶 他给的答案是他没有正面的否认这一个事情 他只是说现在要竞选 你们应该针对我的人就好了 你们去看这些有的没的干嘛 他没有正面否认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现在呢 也难怪多方会正在猜测 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给出我个人的想法 当你作为一个候选人 你要面对选民 可能你的选民是几万个还是几十万个 你要得到他们的信任 他们要信任你才会把那张票投给你 为什么他们需要信任你 因为他们需要信任你 让你当选 然后呢 接下来五年的时间呢 你代表着你整个选区的选民 去到州议会还是去到国会那边 帮他们投票决定任何事情了 任何的国家大师 是你作为这个人民大议师 代表所有选民 帮他们做主去投任何的票 所以 人民当然要给予你信任 你才有这个权利 去执行这个人民的议院 所以人民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然后在你竞选期间 你所亮出来的所有讯息 都必须要非常的真实 半点虚假都不可以 为什么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为什么你必须要取得人民的信任 因为接下来五年你是要代表人民去执行 这个人民的议院的 这个信任是不可以沾上半点的污染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竞选的时候 你所公开出来你个人的信息 必须要完全的真实 不能有半点的虚假 总的来说就是 候选人的诚信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他现在他要争取选票的时候 他所亮出来他的个人资料 所有的东西必须要完全真实 就好像你要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要确保这个东西没穿没烂 漂漂亮亮的你才买嘛 如果那个商家包在里面 不准你打开 他说这个东西包没的 不用怕 你回去了打开来了 才发现到破冬了怎么办 所以信任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须给予人民100%的诚信 人民才可以给你100%的信任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呢 就在这个这么关键的过程 如果有发生了这个候选人 学历造假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情 造假学历本身不是一个大问题 大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必须要给你的选民100%的诚信 你的人民才可以给你100%的信任 你都不给人诚信的话 人家怎样给你信任 就算人家给你信任 那也是你偏来的 你知道吗 大家应该明白了吗 我已经讲到很细了 造假学历本身不是问题 诚信才是大问题 不管是哪一个候选人都好 学历低 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读到多少书 你就讲出来就是了 我跟你讲 现在选民很多 也是投党不投人的 看着那个党的旗子来投的 你的学历 就算是小学毕业罢了 谁在乎 我告诉你 但是呢 你如果诚信有问题的话 那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再重复 造假学历不是大问题 但是诚信有问题的话是大问题 OK 这就让我想起了 在2022年 楼佛走选的时候 我家乡 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候选人 他本身不是巴罗人 他爸爸 曾经是加美人巴罗的一个地方 OK 然后他自己本身不是巴罗人 他自己本身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 另外一个地方长大的 然后他为了回来竞选 一直在那边说自己是巴罗人 自己是巴罗人 自己是巴罗人 我就问他咯 巴罗瓦小 你读过吗 巴罗国中你读过吗 你在巴罗有住过一晚吗 所以我告诉你啊 其实啊 你是不是巴罗人 其实并不重要的 巴罗人并不是这么排外的 像之前张牙庵 居然来巴罗做了三届周围 没有问题啊 但是张牙庵可不会告诉你 我是巴罗人 所以你明白吗 候选人呢 在竞选的时候呢 他的资讯呢 必须要有100%的诚信 是你讲是 不是你讲不是 你明明不是巴罗人 却硬硬说自己是巴罗人 这一个歧视就有一点问题了咯 跟现在照讲学历的问题 差不多一样了 一虚同空了 所以 我就认为呢 候选人无论是哪一个候选人都好 当你们出来竞选的时候 你所公开的所有资讯 都是必须要100%真实的 你要记得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必须要给人民100%的诚信 然后人民才可以给你100%的信任 这样 你才是名正言顺的 这个人民代医师 你才可以去到州议会跟国会 执行这个人民的议院 不然的话 全部东西都是骗来的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